这是我的一位有着20多年党龄的国内朋友 对于国民党的评价 国民党它已经从根上烂掉了 成不了大气候 这个评价可能有点过分 但是我认为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如果再不刮骨疗毒 再没有滚石上山的勇气和毅力 我会比较悲观的预计 国民党可能再也赢不了台湾的总统选举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陆 台湾大选于2024年的1月13日周六成功落幕了 民进党以四成的得票率 在不过半的情况下 比较弱势的赢得了这届中华民国总统选举 成功实现连续三届执政 首先这确实是个了不起的成绩 你想在一个民主的选举制度下 一个政党能做到三届成功连任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时候我们也不禁想要问 这个政党做的有这么好吗 它是凭什么成功连任三届呢 那你这种仔细去想 这个政党好像政绩也没有那么好 人民满意度也没那么高 毕竟他虽然赢得了选举 但是得票率呢就只有四成 国会议席呢也不过半 只有51席 甚至比国民党的这个议席还少一位 那这种情况下的胜利只能叫做惨胜 虽然赢了 可反映出的问题和危机啊 也是摆在面前 民进党只有四成的得票率 意味着有差不多六成的人 想要实现政党轮替 可看看在野党的表现 国民党的得票率33.49% 民众党呢是26.46% 这就体现了想要实现政党轮替的群体 他们无法集中选票 而在野党这次大选的成绩呢 也很耐人询问 其中国民党真的需要反思 如果还有反思能力的话 毕竟这些年啊 这个百年大党是一直选 一直败 一直道歉 一直反思 但是没有见到任何成效 历史最辉煌的时候啊 国民党执政了整个中国啊 最后打下了基业 成就了共产党 撤退来台以后 从一党独大到最后成就了民进党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局面 你说国民党内部啊 没有问题 那是不可能的 可能这句话不太好听 但是我想分享给大家 这是我的一位 有着20多年党龄的国内朋友啊 对于国民党的评价 国民党啊 他已经从根上烂掉了 成不了大气候 这个评价可能有点过分啊 但是我认为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如果再不刮骨疗毒 再没有滚石上山的勇气和毅力 我会比较悲观的预计 国民党可能再也赢不了 台湾的总统选举了 而民众党的这个成绩 我认为那是很漂亮的 第一次参选 并且在台湾长期蓝绿的这个政治版图中 能够拿到这个成绩 那是很不错的 这也表示了台湾政治第三方立正的崛起 民众党的这个未来啊 大有可为 他侧面也体现了这个 现在越来越多这个年轻人的政治看法 就是政治应该回归到政绩本身 好好做事 那不要挑什么统独议题啊 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除了用来割裂族群 收割选票 对于国家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选民不是傻子 越来越多的人呢 他也清醒过来 再想打什么反中牌 轻中牌 已经没啥太多效果了 反而会产生负面作用 年轻人对于政治更多是无感的 可能也得感谢啊 前人的牺牲奋斗换来的今天 台湾这样的一个民主体制 让台湾的年轻人可以对政治保持无感 另一方面呢 也是各党派 各路政客 这些年上演的各种闹剧啊 让年轻人对于政治失去了兴趣 政治嘛 一个肮脏的游戏 总之今天的年轻人啊 他不同于以前的年轻人 他们更加理性 也更加幸运 他们更关注实际 不要再画什么虚幻的大饼 再制造什么国魄家王的危机感 老老实实的去做事 就业 薪水 房价 教育 医疗 请去解决这些问题 不解决和生活相关的问题 整天空谈口号 那就是最大的PUA啊 现在的选民他不吃这一套 因为只要是台湾的政党当选 无论哪一个 民主自由 他都不会消失 无论哪个政党当选 都不会被中国统一 因为这违背了民意啊 无论哪个政党当选 都不会引发战争 今天已经大选结束两天了 民进党又一次执政了 两岸它有发生战争吗 今天白日满地红 依旧漂洋在台湾的上空 所以不存在谁当选就有和平 谁当选就会战争 没有这个设定 只要你的政党 它不是卖台的政党 在中共政府面前 你们都一样 区别只是一个态度好一点 一个态度不好 两岸的和平于战争 它不取决于台湾哪个政党当选 而取决于北京政府的看法 北京想动手 它不会问台北的意见 它觉得可以动手 就会动手 管你是哪个党派 只要你不接受 被北京政府统一 就没有真正的和平可言 真的打过来 那肯定要反击 不管结局如何 我相信台湾人会坚持战斗到最后一秒 所以综合以上来看 台湾不存在什么统独的议题 没有人愿意在目前的局势下被统一 也没有人支持在目前的局势下 推动所谓的法理态度 保持现状 稳步前进 就是最大的共识 这种共识下 政治发展就应该回归到执政本身 回归到照顾民生 政绩政策 才是大家应该去care的东西 民众党的崛起 那是件好事 是台湾民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一个多元的社会 就应该有多元的声音 听惯了蓝色表述 听惯了绿色表述 今天应该出现白色表述 也希望民众党能够发展壮大 在下一届选举中 取得更好的成绩 我们对比这次总统大选 再谈谈2022年的九合一选举 和这届总统大选 形成的这个反差 2022年中华民国地方选举 国民党夺下了13线 是6都中夺下了4都 民进党遭遇了建党36年以来的 最大惨败 仅拿到武席 这确实反映了大家 对于民进党政府的不满 这个成绩也给了国民党很大的信心 但是为什么九合一选举中 视如破竹的这个 国民党在本届总统大选中 表现的却不惊人意呢 而九合一选举中败的一踏 弗地的这个民进党 为何还能以这个四省的支持率 成功连任 我想这背后反映了一个 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台湾的选民 他分得很轻 地方选举可以一视同仁看待 不怎么受其他这个因素干扰 只政党做到不好 那就下架他 可到了总统选举 这种关系国家前途 命运的选举时 考虑的因素会复杂很多 首先我不会说去 谋红那个政党 但是必须承认 国民党很难让选民相信 他是真的爱他 尤其是年轻选民 你说不喜欢民进党吗 但是真的要投给国民党 估计很多人是投不下去的 这时候又来了一个 绅士正壮的民众党 国民党败了 那也很正常 很残酷的现实 台湾一直想摆脱 中国的影响 但每次选举 影响最大的 还是中国因素 因为中国因素 选民们无法做到 完全从政绩考量 那选错一步 就会亡国的危机感 人人笼罩在 选民的脑袋上方 而那些低级的政客 对于玩弄这种危机感 是乐此不疲 因为这是最简单的催调方式 可同样 这也是在玩火 很危险 容易把自己点着 我在这奉传大家 是不要去玩火 最后总结 民众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如何避免一人党的命运 是留给民众党的考题 国民党的这个时间不多了 转型成功 或者沦为三次流政党 是留给国民党的抉择 民进党已经是在 相对危险的边缘了 在这种选举成绩下 执政可以讲是步步维艰 如何找回初心 换回民众的信任 是接下来四年 民进党要交给全社会的答案 结尾我想引述一段 粉丝朋友给我的留言 他说无论你喜欢哪个政党 只要你认可中华民国 尊重台湾 我都支持你 这就是民主社会的价值 那么大选结束了 无论你们之前支持哪个政党 无论你的支持党派有没有获胜 我想选后 大家应该忘记那些 因为选举而形成的对立 团结一心 邻居共事 齐心协力的为你们的乡土 去打拼奋斗 守护你们共同的家园 我想这就是民主社会的价值吧 忘掉政治上带来的不开心 约朋友喝杯酒 出门走走 吃点好吃的 太阳明天照常升起 生活还是会继续 祝福连岸人民都能拥有更好的未来 矫盾 约给我 叙 我认语 蹦 点心 点心 や